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于正评价肖战养子二搭古装,太疯狂了。 女方在被提及蛋糕门事件。 有于正在的地方,就有话题和争吵,于正深谙娱乐圈的流量密码, 每次都有意无意回复各类尖锐敏感的艺人相关话题, 由此调起粉丝之间的亲切交流,从而顺理成章收割一波又一波的流量。 而这次于正选中的目标是内娱男女双顶流演员杨子和肖战二搭古装的话题。 肖战和杨子,一个毫无争议的内娱男鼎流, 一个是有着旺剧体质实力兼具人气的90后女演员, 两人曾合作现代偶像剧与生请多指教,相处非常愉快。 肖战和杨子不仅在剧中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 CP感十足,现实生活中也相处成了好朋友, 互相欣赏彼此的才华,还经常聚会聚餐。 在一次私人聚会中,肖战被拍到轻抚杨子的头, 满眼尽是宠溺,CP粉人数突然暴涨。 近日,杨子肖战的CP粉在于正的微博评论区留言, 说恳请于正给杨子和肖战量申定做一部古装大戏, 还说这是众多粉丝的共同心愿。 该粉丝还表示,资金不是问题。 在普通人看来,这个粉丝确实挺疯的, 居然公开让制片人牵线, 为其CP量申定制古装大戏, 但在粉丝群体里, 其实他这种行为也是见怪不怪了。 当初网传狐妖小红娘竹叶片要开拍, 网友还特意找到制片人王依许, 说男女主人公要找刘诗诗陈小来眼, 王依许还回复说尽量协调, 只是至今南方没有松口答应。 其实早前也有传言两人要再次合作, 还是古装剧, 但至今没有下文。 毕竟时至今日, 要想杨子和肖战再次合作, 怕是比登天还难。 自从余生请多指教播出后, 杨子肖战两家粉丝关系就一直水火不容, 小纠纷不断, 艺人也无奈避嫌。 就在3月25日的微博之夜晚会全体艺人大合影环节, 站位时, 工作人员推了一把肖战到杨子的身边, 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粉圈骂战。 除了两家由来已久的矛盾外, 帆位也是大问题。 如今肖战和杨子的影响力都是内与顶配, 如果再次合作, 帆位问题如何定? 说实话, 杨子和肖战没有哪一方甘愿屈尊二番? 庆余请多指教肖战是二番, 那是因为那时候肖战刚活起来, 而杨子又有抱具亲爱的热爱的傍身, 没有太多争议。 所以当于正看到CP粉说让他给肖战和杨子配置古装戏时, 这也太疯狂了吧, 于正也被惊吓到了, 因为太不现实了。 不过, 于正回复无嘴偷笑的表情倒是令人意味深长, 像极了吃瓜群众。 正如预想的那般, 于正的一系列操作上了热搜, 大批尾粉不乐意了。 没事别Q肖战杨子可以找蛋糕门男主合作古装, 诸如此类的言论多达十几条。 蛋糕门事件是指, 去年狗子拍到杨子和男演员留学一深夜聚会同吃一块蛋糕, 由此引发的争议。 虽然当时杨子澄清了, 但时至今日还是会被对家或者黑粉拿来说是。 杨子本身就是极具争议的女演员, 如今于正再次把杨子推到了舆论的风口, 对杨子粉丝来说真的不友好。 于正明知她的每一次发生, 都会造成一些艺人被议论, 她还乐此不疲, 真是为了流量不顾脸面了。 有位网友说得好, 适可而止, 否则会给无辜的艺人造成麻烦。 因为喜欢肖战和杨子, 所以希望两人二搭也无可厚非。 但于正为了流量有意未知的行为, 真的伤害了很多人, 以后谨言慎行吧。 肖战遭文化圈仰视, 编辑们接连发文表达好感。 借命而生的编辑也发文表达对肖战的感谢。 其实呢, 也许肖战本人都不知道借命而生呢? 毕竟这只是一个瓜而已, 没有官方消息, 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循。 但是呢, 对一本小众小说来说, 能够突然蹦上热搜不说, 还蹦上超一线艺人肖战, 这着实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文学圈一向都比较矜持和傲骨。 别说是主流的文化工作者, 即便是网络小说作者们, 也显有对娱乐圈偶像艺人另眼相看的。 但是肖战不一样, 他不仅在华语文化圈声名显赫, 而且在全球都有极高的知名度。 从米兰时装周开始, 他已经蜕变位一等一的高级文化符号, 浑身所散发的知性美理性美让人炫目。 肖战所肩负的令人向往的文化符号特质, 在WB之夜活动现场诸位大佬主动示好, 以及大咖艺人情不自禁地望向他的眼神里, 就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时尚先生的编辑陈博, 在肖战那期开售后, 也以全权之心发文称有人情味的肖战。 从时尚先生的编辑, 再到借命而生的编辑, 两人的发文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 但他们无意不是以仰视的角度来谈肖战的, 文字里尽显尊敬和仰慕。 肖战得到时尚圈的认可并不让人意外, 但是他能够跨界, 打动向来高高在上的编辑们, 这确实很不容易。 其实, 作为华语文化圈的翘楚, 肖战并不缺少各种饼。 从春日宴开始, 肖战就一直是各类影视剧的目标和幻想。 以至于粉丝们都觉得这些个饼太多, 冰箱里实在是塞不下了。 为何各种IP都渴望得到肖战呢? 一方面他影响力巨大, 只要请到他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流量和广大的市场, 一如他的商务一官宣就销量大增。 另外, 他工作勤恳不说, 还有极高的艺术天赋, 将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保证了作品的质量。 米兰时装周后, 华语文化圈似乎直接感受到了肖战的价值。 由此对他的态度也变化很大, 不觉得认可一位流量艺人是一件让人难为情的事, 对他的厚爱也愈发不加掩饰。 作为粉丝, 你看到文化工作者们集体是好肖战, 有什么看法和感触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